世界上有一种人千万不能招惹 要不然就会像他一样 即便被几百人保护也无济于事 日本是颠古地区发生一起恶性暴力事件 一名七岁女孩遭到强暴 身体多处受到过伤害 由于失血过多而导致死亡 遗体被凶手随意丢弃在下水道中 经过警方对现场DNA的对比 发现名叫清丸国秀的人嫌疑最大 此人曾经在八年前 因为残害八岁女儿而入狱 才刚刚出狱没有多久便再次犯罪 虽然警方确定了嫌疑人的身份 但三个月以来并没有抓到过他 警方的不作为引起受害者家属的不满 竟然靠不住就只能靠自己动手 小女孩爷爷是赫赫有名资本家 全村龙兴 此人在政界和金融界呼风唤雨 家产高达数千亿 在物质上他已经无所求 唯独疼爱乖巧的小孙女 亲人遇害凶手逍遥法外 他的怒火再也无法压制 公然在网络上发布悬赏令 如果有任何人抓到或者杀死青丸 将会得到十亿日元的奖励 各大报纸同时大篇幅发布悬赏 之后所有编辑全部辞职 连警方都无法行尸问罪 光明正大买凶杀人 恐怕只有超级富豪才敢这么做 有钱人能做的不仅仅是如此 他还找到黑客创立了青丸网站 专门发布和青丸有线索的信息 以方便永世对他的追踪 并且这家网站是在国外出册的 日本警方无法将其关闭掉 铺垫盖铁宣传让所有人都知道 前途的青丸也看到追捕信息 在巨大金钱诱惑下 帮助他逃跑的同伙也起了杀心 不惜和青丸拼个你死我活 不过青丸侥幸逃了出去 跑到福岗警局自首 目前被拘留了起来 尚曾知道此次事件非比寻常 邀请48小时将青丸押回到东京警事厅 由于情况特殊 不得已动用了SP 也尤其是专门保护药人的安全警察 警方专门抽调四名人员负责 分别是经验丰富的名义 警队各想成绩拔尖的白岩 奥村和沈桂 他们此次行动一一重大 不适合罪犯的斗争 而是正义的象征 法律的守护者 敌人是全国不计其数的民众 如果青丸不能安全护送 警方在民众心中的信任将不复存在 重担落在四个小警员身上 颇有些夸张 他们离开时 新闻发布了最新消息 青丸所在警局 有警员试图伤害他 虽然没有成功 但是也会有奖励 全川老头奖励一亿先进 出狱之后安排工作 当警方人员都被煽动成罪犯 他们立马明白事态的严重性 迅速搞到当地警局 同为警员的官股暂时负责开押 等下将会一起执行任务 受到伤害的青丸 明显有些恐慌 神色紧张 大吵大闹 医生建议护士给他注射镇定剂 没想到护士私自假毒 如果不是名义及时发现 青丸可能就挂了 本来的计划是乘坐飞机前往东京 但是航班信息遭到泄露 维修员在飞机场高贵 计划只能取消 发展的这种情况 是大家所料不及的 为了金钱 公然和警方对抗 安全起见 警局调动几百警力 部署上百辆警车 自量驾运车迷惑大众的视线 浩浩荡荡荡大军行驶在马路上 赢得民众争相凑热闹 相比手无寸体的普通人 明依更加担心的是 手势武器的自己人 窝里斗让人防不胜防 从见到青丸开始 神贵便对他没有好脸色 动不动就要说枪逼他 不是白眼强行拦着 青丸很有可能挨揍 正在谈话之际 一辆大卡车直冲而来 将前面的警车撞翻在路旁 情况紧急之下 神贵开枪射击 打爆了车胎才阻止着动乱 前进的道路遭到破坏 他们暂时停止着前进 拿劈看热闹民众 将他们团团围住 电视台直升机也在空中拍摄 青丸网上明确公布了目标所在位置 情报泄露上层正在向这里赶来 重新研究移送的方案 话刚刚说完 两名警员带着枪冲了进来 连开两枪打中了明毅 好在的是他穿着防弹衣 才侥幸活了下来 两名警员也被抓捕 明毅想到更为安全的互通方式 几百人的队伍虽说安全 但行动起来太惹人注目 而且说不定内部还有多少叛徒 他们掩饰身份低调的几个人走 目标小不会引人注意 决定坐火车前往东京 人员从几百人消减到六个 登上火车后 麻烦管理员封锁一些车厢 完全屏蔽掉外界的来往 可是青丸网依旧更新了他们的位置 连在哪节车厢都会标注 知道他们坐火车的除了几个个别高层 再就是他们五个安保人员 内进很有可能就在他们当中 奥村首先怀疑是明毅 几年之前 他的妻子遭遇车祸死亡 而肇事卡车司机就在之前 因为醉酒驾驶撞死过人 所以明毅心中的怨恨很大 具有杀死青丸的动机 不过他们认真检查了明毅的东西 并没有找到任何定位装置 第二个被怀疑的便是沈桂 一路上总是要打青丸的样子 但检查后他也洗脱嫌疑 他恨青丸是因为他见到过小女孩的遗体 亲眼看到青丸的残忍程度 换做任何一个人都会想杀了他解恨 他要承认自己情绪有些火爆 但内间这种事情他绝对不能去做 由于微致信息遭到泄露 他们很快便被黑帮给盯上 对方携带手枪是极度危险的人物 枪战一触即发 沈桂首先中了两枪倒地 其他几名罪犯相继被击毙 明义通知管理员在下一车站准备好医护人员 尽管医生及时赶到 依旧没能救下沈桂的性命 在他死前他说的最后一句话 保护青丸这样的人有意义吗 因为保护人渣 沈桂重要联牺牲 他恨事不舍得孤独无助的老母亲 带着怨恨离开了世界 列车遭到曝光不能接着乘坐 明义决定下一车站更换工具 停靠点为了安全 调配了120名武装 这让明义更加紧张 万一武装中有危险分子 青丸的安全更加不能保证 列车刚刚停靠站台 一名手持尖造的男子向他们走了过来 看到明义他们有枪 立马挟持了旁边无辜的小女孩 扬言拿青丸做交换 否则就伤害小女孩 孩子被眼前的情况吓得大哭起来 关谷试图安慰男子 没想到对方情绪更加激动 大吼着所有人都瞧不起他 说着就会无起刀子 情况紧急 关谷一枪将气击毙 列车的清丸居然开箭点赞 可想他没有人性的程度 关谷由于开箭被警方带走调查 五个人只剩下三个人保护 人数变少 更不能向人群走动 他们商量决定让火车直达通经 他们的位置依旧被定位 行驶途中 管理员告诉大家 前方轨道上有障碍物 列车已经无法行驶 无奈他们只能改为步行 几个人在夜色下盲目行走 走了整整一个晚上都没遇到路人 好不容易碰到路过的车辆 令所有人没想到 该男子竟然是清丸的仇人 八年前 第一个遇害的孩子 就是该男子的亲生女儿 他根据清丸的行动轨迹 专门开车来刺杀仇人 但毕竟是普通人 不可能拿得过训练有素的SP 被奥村当场致服 按压在地上 当得知男子是受害者父亲 清丸一脸不屑 满是嘲讽 笑着说起来 孩子遇害的过程 作为一个父亲 看着凶手逍遥法外 还当面说出孩子是如何被侵犯 眼前的正义使者还要保护罪犯 他的内心该是多么的无助痛苦 安保小队只有三个人 未知信息依旧被监视 奥村在车上看到白银发短信 怀疑他就是内奸 逼迫之下 他说出了实情 他是一个单亲妈妈 儿子才十岁 发短信是告诉孩子 记得吃饭 白言无辜 名义无辜 犯人只有一个 那就是奥村 不出所料 奥村假借伤口 在里面藏了电子定位器 事情败露 他交代了经过 在他看来 就算普通人不安杀清丸 凭着全川的势力 说服警方高层不成问题 清丸最终都会难逃一死 那么宣赏的实意 给谁不是给 奥村不需要亲自动手 仅仅暴露行动位置 只要有人成功杀死清丸 他都可以得到十个亿 他也亲眼看到过孩子的遗体 惨不忍睹都不足以形容 不光神贵怒气大 他也无法压制怒火 像他这样的人渣 再次出狱还会犯罪 到时候不知道 哪个无辜的孩子会遇害 他承诺 如果杀死清丸 十亿奖励分给明义一半 前面的言辞正义凌然 但提到钱 就感觉前面的话都是借口 明义将跟踪器和奥村留下 自己和白言带着清丸 继续执行任务 奥村被发现后 声称白言和明义被抓作当人质 警方下达命令 优先保护人质 必要时候可以射杀清丸 也就是说 警方人员现在有了正大光明开枪的理由 杀死清丸不仅能够得到十亿 而且还会被警方当作英雄 一举两得的事情 想必没有人会不为所动 明义的敌人真正变成了全国 高层即便知道奥村输谎 和他并没有揭穿选择了沉默 贪和十亿也有着屡不清的关系 可想金钱的力量有多大 明义他们逃跑的路上 经过一家人的院子 小女孩再次引起清丸的注意 如果不是明义及时出手 又一名无辜的孩子要陨落 气得白言掏枪要杀了他 所以绝对正义的白言 如果不是有十亿悬赏的事情 早就开枪干掉他 清丸这种没有人性的渣渣 居然也有脆弱一面 竟然和明义提出交易 让他自杀 对外说是明义做的 十亿悬赏分一点给他的母亲 明义很是惊讶 清丸还残存一点人性 可恢复良知并没有多久 他们便从广播中 听到他母亲自杀的消息 遗书中请求清丸 不要再伤害任何人 母亲的话没能劝阻他 反而了缺做人的唯一牵挂 趁着白言不注意 拿起石头将他砸倒在续坡当中 白言用尽最后的力气 说出无法放下三年级的儿子 然后也壮丽的牺牲 最正义的警察也此去 明义的怒火再也无法压制 质问清丸 为什么要杀保护他的人 清丸居然回答 嫌弃白言话多 愤怒的明义拿枪指清丸头 大声地告诉他 他的妻子此时怀有女儿 不是因为工作的话 他不知道多少次 想冲进警区杀掉凶手 可他知道自己不能这么做 他是民众心中的正义侍者 正是职责所在 他才强行克制出自己 最终明义拖着清丸到达东京警局 警方 大众 记者 一大群人团团包围 此时一辆黑色轿车停下 权串老头拄着拐杖走来 看到破坏法律的人 警方竟然不为所动 眼睁睁看着权串拿着刀逼近了清丸 明义知道老头很是心痛 但警察的职责本能还是拦住了权串 可没有想到 清丸拿起刀冲向老头 被明义及时阻止挡下了一刀 清丸被赶来警方拘捕 明义的正义深深感动了权串 所以他撤销了宣赏令 交由法律来制裁罪犯 由于清丸罪恶多端 毫无人性 经审判将他处于死刑 直到死前一刻 清丸都没有悔恨之意 还后悔没杀更多的人 电影的最后 明义成为白眼的儿子的监护人 以正确的方式教育后悲 故事到此结束 本篇名为稻草之盾 届十一悬赏为名 探讨了山客的问题 在金钱面前 法律 道德 约束还有多大作用 人性在此刻展现得淋漓尽致 金钱可以让鬼推没 也能让人迷失方向 但最终使用钱的人还是人 决定钱的也是人 正义之人即便没有钱 心中的信念也无法撼动 这是一部非常深刻的电影 值得稀奇品味 好了本期就是这样 持续更新不见不散